我昨天看到他的證監發表 好像他都請別人代答 那如果代答的話表示他應該是 政策是用外包的 外包的話大概超級不可避免的 而且他們也承認台北市的教育政策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好的東西大家超我們也沒意見 但是就是可能候選人自己還是要吸收一下 廣播今天和客市長同臺 是不是也想要破除這個紅安萬萬安的傳言 我超常跟他同臺 我幾乎常常也見到市長 所以兩個人之間的信任不需要靠統臺來證明 然後我覺得也不需要搞這些分話 這個年代不會有人在搞政治分章 誰會搞政治分章 選民是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不用再搞這種莫名的傳言 我覺得他們兩個黨不知道在急什麼 當過家的人才知道這個家有多難食 財米油鹽降速差 你要把資源做什麼樣的分配 那財政紀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的政府如果沒有財政紀律的話 所有東西都會是空投支票 對 當時不在還是要有財政紀律 這些攜關說你是平常難力 你是要看空投支票還是可知實力 那就是大家去檢驗你的政見的內容 要去求可信 參選的時候就已經說了 我們是超越難力 陳佑辰是我24年的祝禮 他我的甘需已經不用特別去強調了 議員席次是多席次 大家把NG當成一場嘉年華會 不要變成你死我 每一個人都要去爭取最多的市民的贈同 但是我們希望更多的人 好的人都能盡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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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誰敢查 如果有無黨籍產協議 我就會用無黨籍其其他更多的人才 我們要希望結合聯合的政府 所以各黨各派的人我們都會重用 我們也希望大家不要再用狹隘的黨派來講 台灣的政黨真是經走到平前 柔信政黨還有我們跨越黨派 是一個未來必須互相合作 所以重點在於我們要做些什麼事 連相同人都可以合作